这期继续讲小镇第79篇,前段时间我听说黎原村变天了。 半闭着眼睛,假妹的霍启章突然开口问道。 这话一下子把杨冠宇问猛了,因为他没有想到霍启章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现在钟向辉在村里挂职第一书记,听说是赵汉良书记亲自指示的, 好像是因为钟向辉的问题,黎原村上届村委会成员全部被请去调查了。 杨冠宇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霍启章。 全部被请去调查了,那村里的工作现在谁管,植树节的安排没有问题吧? 钟向辉在村里任第一书记,当然是他协助管理了, 他还是城关镇的代理镇长,所以也够他忙的了。 不过钟向辉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做事情有一套对事不对人, 而且是一个相当愤青的官员。 杨冠宇笑了笑说道,也能理解,现在做出点成绩来不容易, 所以有些官员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子,特立独行,标新立异,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黎原村在他这个书记带领下发展得怎么样吧。 霍启章笑了笑说道。 杨冠宇刚想开口说话,但是看到了霍启章嘴角不易察觉的微笑, 他明白自己的老板心里肯定已经有主意了,也就没有必要自己出来搬门弄斧了。 过了一会儿,霍启章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睁眼看向杨冠宇,问道, 你知不知道,上次我去酒店见王副书记的时候,我看到了赵汉良和钟相辉他们也在酒店里, 赵汉良是王副书记的秘书,他在酒店里出现理所应当, 但是钟相辉这个级别怎么会出现在酒店里和这两个人打得火热呢? 这个我知道,是因为名单的事情,球员的手里有一份名单, 而球员这个人非常狡猾,他只相信钟相辉不会害他, 所以他和赵汉良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钟相辉, 钟相辉能到酒店去见王副书记,也在情理之中。 是吗?但是我觉得,事情并没有你说得这么简单, 这背后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说, 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冠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霍启章突然睁大了眼睛,直叮叮看着杨冠宇问道, 霍市长,怎么可能呢?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而且,我如果瞒你的话,将来如果露线了, 那我岂不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所以,自从我决定把笔记交给您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就是要让你有一个全局的判断,不至于到时候太被动。 杨冠宇非常真诚地说道, 虽然霍启章觉得这里面可能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这已经妨碍了他对全局的把控, 现在的他就感觉到自己眼前有一团迷雾, 无论怎么挥手,怎么扇扇子, 这团迷雾在自己的眼前始终挥之不去, 遮蔽了他的眼睛,这种感觉让人非常难受。 他想来想去,如果出问题, 肯定是出在杨冠宇身上, 他也是在今天早晨才听说, 省里面又有一位副厅长栽了如果没有笔记的事情, 省里的什么人栽了? 他也肯定是认为那人不小心露出了马脚, 或者是有人背叛了他, 但是现在因为笔记的事情, 他已经有些风声鹤唳了, 总觉得省里面有什么人栽了的话, 就是因为笔记上的内容泄露了。 虽然杨冠宇一再告诉他笔记上的内容不可能泄露, 而且也只有那一本纸质的笔记, 他已经交给自己了, 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 复印一本东西或者是拍照太容易了, 霍启章也不相信杨冠宇对那本笔记没有备份, 但是有些话不能说出来。 昨天晚上省里面又出事了, 财政厅的一位副厅长被带走调查了, 你听说了吗? 霍启章问道, 这我倒是没有听说, 省里面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所以如果不是新闻报道的话, 我还真不清楚。 杨冠宇一副是不关我, 你别问我的态度说道。 霍启章总是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但是一时半会儿又回不过味儿来, 只能是糊里糊涂云里雾里。 按照导航到达了城关镇之后, 云山县的所有领导加上城关镇的领导, 都已经在镇政府门口等着了, 霍启章的车刚刚停下, 赵瀚梁就迎了上去, 并且为霍启章打开了车门。 霍市长一路辛苦了, 坐车好几个小时, 先到会议室休息一下吧。 赵瀚梁笑了笑说道, 坐了几个小时的车, 如果再上去喝茶的话又要坐下了, 所以我们还是去植树现场吧, 劳动劳动活动一下身体。 霍启章做了两个扩胸动作说道, 那行吧, 我们直接去植树现场, 赵瀚梁马上吩咐道, 但是让人感到很意外的是, 在没有霍启章邀请的情况下, 赵瀚梁拉开车门坐到了霍启章的旁边。 坐在副驾驶上的杨冠宇一愣, 他实在是不愿意和赵瀚梁有过多的私下接触, 即便是有第三个人在场, 他也不愿意见赵瀚梁了, 主要是没什么话说, 之前打过交道, 而且, 他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可是最后杨冠宇还是没有选择他们, 这让赵瀚梁非常恼火。 杨冠宇对这一点是心知肚明, 所以能避免接触还是不接触的好。 杨秘书, 我和霍市长谈点事情, 要不然你去坐我的车吧。 一上车, 赵瀚梁就说道, 杨冠宇没有吱声, 回头看了一眼霍起张, 霍起张点点头, 这个时候杨冠宇才推开车门下了车, 可是他也没有去坐赵瀚梁的车, 而是看到了人群中的钟向辉, 于是朝他走了过去。 钟向辉接到了赵瀚梁分给他的任务, 让他找机会和杨冠宇谈一谈, 把省里的事情告诉他, 无论怎么样也要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 否则的话, 杨冠宇可能还和没事人似的, 一定要让他知道笔记已经泄漏了, 在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人因为他的笔记而倒霉, 到底有多少人想弄死他, 那就不知道了, 让他自求多福吧, 刚刚钟向辉还想着怎么样安排一下自己和杨冠宇私下见面呢, 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钟向辉心想, 这个傻孩子,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 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可能, 笔记的事情只有我和杨冠宇知道, 不可能有泄漏, 而且我们都没有留辈分, 怎么可能是从我们这里泄漏出去的呢? 难道不会是从别的渠道吗? 比如说, 我听说还有个名单的事情, 名单。 霍启章听了赵汉良的话也感觉到很震惊, 因为赵汉良之所以这么说一定是王副书记的意思。 他和王副书记好容易建立起来这种关系, 但是没想到这种信任这么淡薄, 仅仅是因为省财政厅一个副厅长被抓他们之间的信任就已经降到了冰点, 所以他要尽力挽回, 如果不能挽回的话, 那么之前做的交易将成为一张废纸。 霍市长, 那个名单也在王书记手里, 已经对照过了, 财政厅那位副厅长不在名单上。 而在笔记上, 这就没法解释了, 笔记在交给我们之前是在您手里, 在往前是在杨冠宇手里, 这中间有没有出岔子,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利用笔记上的内容做点学士反腐, 这些被调查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并不存在谁出卖谁的问题, 都是通过点学士的方式一抓一个准, 这怎么解释呢? 赵汉良问道。 霍起章对赵汉良并无半点忌惮, 真正让他忌惮的是赵汉良背后的王副书记, 如果这个关系维持不好, 那么自己尚未市长的事情, 会有很大的悬念, 而他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悬念的人, 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扎扎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既然要做, 就把这件事情砸死了, 不能有任何的反弹。 那你的意思是, 笔记的泄漏问题出现在我这里? 霍市长,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了, 但是杨冠宇这孩子可不好说, 这小子心眼多得很, 比他爹有国之而无不及, 所以说, 在这件事情里, 我们可能都被他耍了, 我就不信他没有辈分, 而且, 辈分到底有没有泄漏, 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想提醒你的是, 别被人当枪使。 赵汉良低声说道, 我觉得这不可能, 杨冠宇这个孩子, 我还是了解的。 霍企章本来还想说下去, 但是他看到了赵汉良嘴角的微笑, 那微笑, 明显是在嘲讽他。 霍市长, 我不是说您不了解他, 而是任心格肚皮, 杨冠宇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而且, 这背后还涉及到什么事情, 恐怕也不是我们能了解的。 你想想, 在他把笔记交给你之前, 我找了他很多次, 他一口否认, 自己手中有笔记这回事, 但是他拿着笔记到了澳门, 把陈涛敏骗进了赌场, 导致陈涛敏被澳门赌场的老板给淹了, 这一招够狠吧? 更狠的是, 他用笔记诱惑陈涛敏对球员下药, 导致球员的两个孩子流产了, 他为什么要对两个孩子下手呢? 无非那孩子是他的, 所以, 他要斩断一切麻烦, 想过上太平日子, 这怎么可能呢? 赵汉良喃喃自语, 把这些霍企章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都告诉了他开始的时候, 霍企章还有些不相信, 但是听到后来发现, 这事情编是编不出来的, 也不会编得这么圆, 所以他就渐渐地相信了赵汉良说的话,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杨冠宇这家伙还真是不简单, 我都有点佩服他了。 霍企章苦笑道, 其实这也没什么, 很简单, 人在绝境中总能想到自保的办法, 否则的话他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你想怎么办? 霍企章问道, 霍市长, 他现在是你的人, 我能说怎么办? 即便是王书记, 也不能命令你把他赶出去, 或者是和他断绝关系吧, 这怎么可能呢? 当务之急, 还是要堵住漏洞, 笔记是从什么地方录出去的, 一定要查到去向, 现在不是和杨冠宇算账的时候, 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先堵住漏洞再说, 亡羽补牢, 有味玩意, 赵瀚良还拽了一句词说道, 好吧,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回头我会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市长, 不是问问那么简单, 你一定要把这事情查清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笔记泄漏的最大可能性, 就是杨冠宇那里,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地方了, 赵瀚良说道, 此时杨冠宇看着车窗外, 但是他的脊背已经湿透了, 因为他发现, 自己可能陷入了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深不见底, 一个操作不当, 自己就可能粉身碎骨, 而且也没有人知道, 他是怎么死的,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他在心里也纳闷这件事情, 如果真要是出问题的话, 那就是他的辈分出了问题, 可是他的电脑一直都在自己家里, 从来没有发现有外人入侵过,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现在的难处在于, 自己一直宣称没有任何辈分, 如果承认自己有辈分, 并且是辈分出了问题, 那么他在霍启张面前的信用, 就彻底破产了, 霍启张以后还怎么会信任他呢? 如果不承认, 死硬到底, 那么霍启张会不会放过他? 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对吧? 钟相辉笑了笑, 问道, 两难的处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像你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吗? 杨冠宇回头看向钟相辉问道,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知道一点, 所以, 你现在该怎么对获市长交代? 这件事情和我没关系, 我从来没有泄露过笔记的内容, 而且, 笔记我已经交出去了, 他们现在, 说我泄露了内容, 我还说他们泄露了呢? 这本就是一个糊涂官司, 谁也打不赢谁, 我没做过的事情, 谁也别想污蔑我。 杨冠宇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也相信你说的话, 但是我相信没用啊, 关键是领导们要相信, 或市长要相信, 还有王副书记是最关键的, 他要相信才行, 如果笔记不是从你这里泄露出去的, 那么就是从或市长, 或者是王副书记那里泄露出去的, 你觉得这可能性大吗? 钟相辉笑了笑, 问道, 话题又转了回来, 钟相辉心想, 这个傻孩子,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 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可能, 笔记的事情只有我和杨冠宇知道, 不可能有泄露, 而且, 我们都没有留辈分, 怎么可能是从我们这里泄露出去的呢? 难道不会是从别的渠道吗? 比如说, 我听说还有个名单的事情, 名单, 霍启章听了赵汉良的话也感觉到很震惊, 因为赵汉良之所以这么说一定是王副书记的意思。 他和王副书记好容易建立起来这种关系, 但是没想到这种信任这么淡薄, 仅仅是因为省财政厅一个副厅长被抓他们之间的信任就已经降到了冰点, 所以他要尽力挽回, 如果不能挽回的话, 那么之前做的交易将成为一张废纸。 霍市长, 那个名单也在王书记手里, 已经对照过了, 财政厅那位副厅长不在名单上, 而在笔记上, 这就没法解释了, 笔记在交给我们之前是在您手里, 再往前是在杨冠宇手里, 这中间有没有出岔子,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利用笔记上的内容做点学士反腐, 这些被调查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并不存在谁出卖谁的问题, 都是通过点学士的方式一抓一个准, 这怎么解释呢? 赵汉良问道, 霍起章对赵汉良并无半点忌惮, 真正让他忌惮的是赵汉良背后的王副书记, 如果这个关系维持不好, 那么自己上位市长的事情会有很大的悬念, 而他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悬念的人, 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扎扎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既然要做就把这件事情砸死了, 不能有任何的反弹。 那你的意思是, 底纪的泄漏问题出现在我这里? 霍市长,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了, 但是杨冠宇这孩子可不好说, 这小子心眼多得很, 比他爹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说, 在这件事情里, 我们可能都被他耍了, 我就不信他没有辈分, 而且, 辈分到底有没有泄漏, 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想提醒你的是, 别被人当枪使赵汉良低声说道, 我觉得这不可能, 杨冠宇这个孩子我还是了解的。 霍企章本来还想说下去, 但是他看到了赵汉良嘴角的微笑, 那微笑明显是在嘲讽他。 霍市长, 我不是说您不了解他, 而是人心隔肚皮, 杨冠宇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而且, 这背后还涉及到什么事情, 恐怕也不是我们能了解的。 你想想, 在他把笔记交给你之前, 我找了他很多次, 他一口否认自己手中有笔记这回事, 但是他拿着笔记到了澳门, 把陈涛敏骗进了赌场, 导致陈涛敏被澳门赌场的老板给淹了, 这一招够狠吧? 更狠的是, 他用笔记诱惑陈涛敏对球员下药, 导致球员的两个孩子流产了, 他为什么要对两个孩子下手呢? 无非那孩子是他的, 所以, 他要斩断一切麻烦, 想过上太平日子, 这怎么可能呢? 赵汉良喃喃自语, 把这些霍启章从来不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开始的时候霍启章还有些不相信, 但是听到后来发现, 这事情编是编不出来的, 也不会编得这么圆, 所以, 他就渐渐地相信了赵汉良说的话,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杨冠宇这家伙还真是不简单, 我都有点佩服他了, 霍启章苦笑道, 其实这也没什么, 很简单, 人在绝境中总能想到自保的办法, 否则的话他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你想怎么办? 霍启章问道, 霍市长, 他现在是你的人, 我能说怎么办? 即便是王书记, 也不能命令你把他赶出去, 或者是和他断绝关系吧, 这怎么可能呢? 当务之急, 还是要堵住漏洞, 笔记是从什么地方录出去的, 一定要查到去向, 现在不是和杨冠宇算账的时候, 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先堵住漏洞再说, 亡羊补牢, 有位玩意。 赵汉良还拽了一句词说道, 好吧,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回头我会问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霍市长, 不是问问那么简单, 你一定要把这事情查清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笔记泄露的最大可能性, 就是杨冠宇那里,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地方了。 赵汉良说道, 此时杨冠宇看着车窗外, 但是他的脊背已经湿透了, 因为他发现自己可能陷入了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深不见底, 一个操作不到, 自己就可能粉身碎骨, 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他在心里也纳闷这件事情。 如果真要是出问题的话, 那就是他的辈分出了问题, 可是他的电脑一直都在自己家里, 从来没有发现有外人入侵过,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现在的难处在于, 自己一直宣称没有任何辈分, 如果承认自己有辈分, 并且是辈分出了问题, 那么他在霍启章面前的信用就彻底破产了。 霍启章以后, 还怎么会信任他呢? 如果不承认, 死硬到底, 那么霍启章会不会放过他? 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对吧? 中相辉笑了笑, 问到两难的处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像你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吗? 杨冠宇回头看向中相辉问道,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也知道一点, 所以你现在该怎么对霍市长交代? 这件事情和我没关系, 我从来没有泄露过笔记的内容, 而且笔记我已经交出去了, 他们现在说我泄露了内容。 我还说他们泄露了呢, 这本就是一个糊涂官司, 谁也打不赢谁, 我没做过的事情, 谁也别想污蔑我。 杨冠宇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也相信你说的话, 但是我相信没用啊, 关键是领导们要相信, 霍市长要相信, 还有王副书记是最关键的, 他要相信才行, 如果笔记不是从你这里泄露出去的, 那么就是从霍市长 或者是王副书记那里泄露出去的, 你觉得这可能性大吗? 钟相辉笑了笑, 问道, 话题又转了回来。 半个小时之后, 车队到了植树现场, 这里已经是惊奇招展, 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布置到位, 各司其责。 但是刚刚下车的霍市长, 好像有些精神不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看领导的脸色不太好, 于是也就收敛了自己的情绪, 默默地陪在领导身边, 所有的植树活动, 按部就班地进行。 出什么问题了, 霍市长的脸色不太好。 任明奇悄悄地走到了钟相辉身边, 小声问道。 钟相辉明白, 任明奇之所以来找他, 肯定是龚贝利受益的。 龚贝利看到了赵汉良上了霍企章的车, 但是这一路下来, 霍企章的脸色就变了。 是吗? 脸色变了, 你连这都观察得这么仔细, 我倒是没注意看, 不过赵书记上了他的车, 他们好像应该谈了什么事情吧, 至于谈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钟相辉说道。 钟相辉和任明奇的关系, 最近有点微妙, 自从任明奇对他提出了警告之后, 两个人再也没有过亲密关系。 一来是因为两个人确实很忙, 尤其是任明奇忙得更是离谱, 有时候还要睡在龚贝利家里, 而钟相辉也不好大晚上地把他叫出来, 而且他也没有这么多的需求。 而任明奇心里对钟相辉多多少少是有些意见的, 因为钟相辉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无论是出于任何方面的原因, 都不应该对自己的领导动心思, 如果那样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 任明奇之所以那么做, 也是出于对钟相辉的保护, 任明奇是龚贝利的秘书。 当然知道龚贝利背后有什么人和什么人有关系, 那些人不是钟相辉能够惹得起的。 如果钟相辉动了不该动的女人, 和不该上床的女人上了床, 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人家上面的大人物动动手指头, 一个眼神, 就能把他的前途全部毁掉。 到那个时候, 钟相辉就会后悔莫及了。 所以, 自己现在如果能提醒他, 当然会把这件事情说在明处, 不会含含糊糊, 以免钟相辉会错了意思。 可是让任明奇感到有些失望的是, 钟相辉显然是会错了他的意思。 自从自己和他说过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主动找过自己。 而且, 他也能感觉到, 钟相辉正在逐渐地疏离他, 当然也包括龚贝利。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向龚贝利汇报工作了, 当然那种暖昧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这虽然让任明奇心里稍微好受一些, 但是这种事情明显就是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 你现在和赵书记走得这么近,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是工县长让我来问你的, 你要不想回答的话, 那就算了。 任明奇说道, 不是我不想说, 是我确实不知道, 他们两个在车上谈了什么事情, 我哪知道? 那你和杨冠宇谈了什么事, 我看杨冠宇今天一点精神都没有, 这可不像他的作风, 以前多么趾高气扬的一个人, 现在居然老实地像一只被打断了几辆骨的狗, 这怎么可能呢? 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 无论他经历了什么事情。 任明奇看了一眼远处的杨冠宇说道, 谈了一下杨冠宇的前途, 他觉得自己靠上了获市长这棵大树, 将来前途一片光明,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两个在车上就这时还讨论了一番, 他还把我给笑话一顿, 你说我能给他好脸色吗? 这些话中向辉张口就来, 根本就没有经过思考, 当然这些话也不需要经过思考。 任明奇对中向辉的话当然是半信半疑。 今天抽个时间, 你还是找公县长汇报一下工作吧, 你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找他了吧, 而且他知道你把名单交给了王副书记, 非常恼火, 这也是他好长时间没有理你的原因, 所以你还是尽量想办法补救一下吧, 否则的话以后有你的好果子吃。 名单的事情他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他的, 中向辉非常敬意地问道。 任明奇非常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像是不认识他一样, 问道, 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这种事情瞒得住吗? 你以为你做得很隐蔽, 但是在这个圈子里, 所有的情报都是相互交织犬牙交错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觉得王副书记和赵书记把这事做得已经很隐秘了, 对吗? 其实不然, 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只是觉得别人不知道而已。 中向辉听完任明奇说完这话, 几倍一阵发凉, 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么个结果, 不过转念一想, 任明奇说得对, 这种事情怎么瞒得住呢? 早晚是要暴露出去的, 既然是这样, 那他去找公贝利汇报工作, 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说辞好呢? 如果说辞不好, 还不如不去, 这是解释不通的话, 真的有自己好果子吃了你还是想一想, 该怎么说吧? 我回去了。 说完, 任明奇拿起铁锹回身去植树了, 所谓的植树, 不过是别人挖好了坑, 已经把树放到了坑里, 找一个人扶起来, 这些领导们象征性地往坑里填一点土, 然后在镜头里抬起水桶交一下, 今年的植树节就算是结束了。 更要命的是, 这些人的植树一点都不规范, 如果对这些人的植树不管不问, 那么明年这些树能活三分之一, 已经是大幸了。 所以, 等这些领导们走了之后, 镇政府还要派人对这些树进行善后工作, 所谓的善后工作, 就是把这些树全部挖出来, 重新再栽一遍。 等所有的领导都上了车中向辉才回到自己的车旁, 这个时候, 陈文明夺步走了过来。 中向辉不等他说话, 立刻说道, 陈书记, 这植树活动也差不多了, 我今天晚上就去省城, 尽快找我的师了解一下情况, 有什么进展我随时和你沟通。 我想说的也是这事儿, 现在植树活动结束了, 镇上的工作你先放一放, 黎原村的选举工作让他们先进行着, 等你回来再说, 孩子的事耽误不得, 耽误一天很可能这事就黄了。 陈文明有些焦躁不安地说道, 中向辉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因为国家的工作再重要, 那也是国家的, 但是自己孩子的事情, 那可是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所以, 植树活动一结束, 陈文明立马就找到了中向辉, 中向辉这人也比较上道, 不等陈文明说立刻, 就做了表态。 你放心, 陈书记, 我一定竭尽全力, 该找的关系都找到, 只要是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到时候如果能够走自主招生, 那陈林就省事儿了。 中向辉笑了笑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高三是个坎儿, 你也参加过高考, 这高考太熬人了, 熬得不但是学生还有家长, 所以如果能走自主招生的话,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除了你之外, 我也没有别的关系, 只能让你辛苦一趟了。 陈文明非常客气地说道, 两人在植树现场分开, 中向辉开车回到了县城, 回到自己家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于是开车直奔省城。 中向辉虽然对自主招生的政策不太了解, 但是他看了看陈文明给他提供的关于陈林的材料, 说实话非常一般。 陈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 但是关于其他素质方面的成绩确实很一般, 这也是符合这种小县城的学生的基本情况。 如果和大城市的孩子比起来, 这种七八县小城市的孩子确实很吃亏, 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能是高考一条路, 虽然现在教育公平的问题还谈不上, 但是高考已经算是为底层的孩子提供的最公平的一条道路了。 其实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中向辉没有多少发言权, 因为他还没有孩子, 但是在和自己的导师以及自己那些同门师兄妹师兄弟交流中, 他深深地感觉到, 现在所谓宣扬的向西方教育学习, 进行所谓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 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中国现在很多私立学校的教育对标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立教育, 这种教育讲究的是快乐教育素质教育, 想学就学, 不想学就玩, 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 但是中国公立学校的教育对标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私立教育, 西方的这种私立教育是精英教育, 课业的繁重程度对比中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一点都不小。 所以, 像陈琳这种公立教育走出来的孩子, 基本素质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 中国的本科教育相较于国外太差了, 只要考上大学就像是脱缰了的野马, 全凭自绝了。 国外私立学校走出来的, 经过了精英教育的孩子, 他们走向的岗位是管理岗位, 高精尖岗位, 而那些经过了快乐教育的孩子, 大部分走向的是打工的岗位, 底层的岗位。 所以, 你要想明白自己的孩子将来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他们在该学习的时候少吃的苦, 将来的人生中全都会再还给他们。 陈文明不想让自己的女儿经过残酷的高考, 所以找到中向辉让他去打通各种关系, 即便是花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先人一步进入大学。 但是这种事情在中向辉看来并不可取, 只有经过了残酷的高考你才能明白, 那段时间是对一个年轻人意志力最残酷的磨练, 而经过这种磨练的人走向社会的时候, 才能在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个稳定法。 高考那段时间的残酷相对于走向社会的残酷, 这是一种初级阶段。 而如果你连这种初级阶段都没有经历过的话, 怎么样经历未来的九九六百家? 黑五加二呢? 但是中向辉没办法, 因为陈文明是他的领导, 而他也是陈林的老师, 所以能为他们爷俩做点事情, 中向辉也只能是尽力而为, 陈林又不是自己的孩子。 陈文明才为他的将来负责, 自己操的什么心呢? 如果有能力做一个顺水人情,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中向辉到达省城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找了家酒店住下, 倒头就睡, 这几天实在是太困了,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 这才起来吃了点东西, 然后喜数去了他的母校。 车米刚依然很忙, 忙着带学生, 忙着做实验, 见货也会去医院里视察一番。 他现在已经是医学院的副院长, 将来还有可能成功扶证, 所以, 这个年纪的车米刚精力十足,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上中向辉到学院的时候打听了一下。 车米刚正好在讲课, 于是, 他从后门悄悄地溜了进去, 坐在了最后一排, 这个教室是阶梯教室, 坐在最后一排也就意味着最显眼。 开始的时候, 车米刚没有注意, 等他抬眼看到中向辉的时候, 抬手打了个招呼, 然后继续讲课, 丝毫没有受到中向辉的影响。 一堂课下来, 中向辉才卖下阶梯, 走向了讲台, 学生慢慢都走了出去。 中向辉帮着车米刚收拾了一下教案和电脑, 抱起他的伴儿跟在车米刚身边走出了教室。 他的这些动作都是以前他跟着车米刚的时候养成的, 所以毫无拖泥带水, 让车米刚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时光。 从毕业之后你就再没有回到学校来吧, 你看看学校有什么变化吗? 车米刚笑着问道, 老师, 学校的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您的变化很大, 这段时间你太累了, 头发又白了不少, 还是要注意身体呀。 中向辉由衷地说道, 如果要想获得一个人的信任, 说实话是最好的武器, 中向辉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对车米刚吹捧, 当然他更不可能否认车米刚的成绩, 他只是另辟蹊径, 关心起了车米刚的身体。 是啊, 自从当了副院长之后, 院里有很多行政工作, 我还带着博士生, 还有医院的事情, 各种事情乱七八糟搅和在一起, 每天疲于奔命, 真的是太累了。 车米刚说完, 也笑着摇了摇头。 但是中向辉看得出来, 车米刚乐在其中, 虽然劳累, 可是对权力的滋润, 他还是甘之若疑。 中向辉也想到了自己, 自己对权力的迷恋不也是如此吗? 他和自己的老师还真是一路人。 自主招生, 你的鼻子挺灵吗? 这件事情在我们学校刚刚定下来, 你就知道了。 车米刚笑了笑问道, 在车米刚的家里, 他们两个人的作次和上一次车米刚告诉他, 放弃省立医院那个职位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 他们这一次的谈话, 不是决定中向辉的命运, 而是决定陈琳的命运。 我本来也不关心这事, 是我那位领导自己打听到的, 说我们学校今年有自主招生的资格, 他的女儿刚好是高三毕业, 看看有没有机会走自主招生, 如果能够走这条路的话, 那就更好了, 他也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什么代价, 所以, 这方面问题不大。 中向辉说道, 你刚刚也说了,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年, 有自主招生的资格, 所以, 各方面的牛鬼蛇神, 不知道会挤进了多少人呢? 这个时候, 就要看各自手中的筹码了,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你觉得, 你这个领导的女儿, 有多大可能性呢? 车米刚笑了笑, 问道, 因为这件事情, 是中向辉来找关系, 所以对他们两人来说, 都不是切身利益, 这关系走得通, 那这事就能办下去, 如果这关系找不通, 对他们两个人来说, 也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 他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非常洒脱。 老师, 你现在是副院长, 在学校里, 应该也是有一票的吧, 所以,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把这个机会给我吧。 中向辉说道, 车米刚闻言不置可否, 但是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别的, 而且, 他也明白了中向辉来这里的意思, 这件事情, 也就到此为止, 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现在说, 这个没有意义, 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在讨论, 有什么意义呢? 你和顾佳, 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 车米刚问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毫无疑问, 顾海英现在是省卫生厅厅长, 虽然不能决定车米刚的命运, 但是顾海英的影响力, 还是在的, 当初他和顾海英做完交易之后, 就已经不再联系了, 本来他们也不熟悉, 中间还加了一个校长, 是校长找到了车米刚, 他没办法而已。 我现在和顾小夕的关系不错, 好像比以前还好, 以前我们是在谈恋爱, 他父母强烈反对, 现在我们是合作伙伴, 他在搞一个公众号, 我时常会给他投个杠, 我写的稿子还挺受欢迎, 收入也不错, 所以, 顾佳现在对我, 倒是比以前好多了。 中相辉笑了笑说道, 你小子还真是有本事啊, 这事, 我以为已经是死局了, 没想到你还能盘活, 看来还是我小看你了。 车米刚笑了笑, 端起了酒杯说道, 如果再加上顾厅长的关系, 你看陈林自主招生的事情, 能不能定下来, 两个人聊着聊着, 中相辉突然又拐到了 陈林自主招生的事情上, 让车米刚有些措手不及。 车米刚点了一支烟, 深深地抽了一口, 一起来眼睛看向中相辉问道, 你和你这位领导关系不错吗? 为了他的事情, 居然想要动用顾厅长的关系。 没有办法, 知恩图报吗? 我刚到棋盘镇卫生院的时候, 是他把我从棋盘镇卫生院 调到了镇上, 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而且, 当时我什么背景都没有, 也没有工作经验, 他居然就敢把一个管区交给我处理, 也是在那个地方开始。 那我试图的第一步, 所以他现在向我张嘴, 我肯定要动用自己的全部关系。 老师, 你要是能帮我的话, 就帮我一把, 算是我还他个人情吧。 钟相辉由衷地说道, 钟相辉再次提起当初的事情, 车米刚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是在看钟相辉的脸色, 一脸的诚恳, 好像对当初的事情已经毫无介怀, 他现在来找自己帮忙, 也是怀着一种诚振的心态, 并没有再扯当年后仗的意思, 车米刚文言, 点了点头说道, 我这里是没问题, 如果能够说上话的话, 我肯定会帮你, 但如果你能说动顾厅长从外部再向学校施加一下压力的话, 我觉得, 这事儿应该不成问题, 那行老师, 我就当你答应这事儿了, 对了, 如果需要向其他老师或者是领导表示一下的话, 你直接和我说, 需要多少钱, 我再和我那个领导说一下, 他如果能舍得, 那那就最好了, 不舍得的话, 这事我们也不值当地去办, 关系是关系, 人情是人情, 但是该表示的还是要表示。 钟相辉说道, 车米刚听到钟相辉这么说, 不仅有些感慨, 这才多长时间, 这家伙已经变得油光滑亮, 像是一个官场中走出来的老油子, 对这些人情事故已经掌握的门清。 而且, 钟相辉已经把话说到了前面, 如果需要钱你, 尽管开口, 不要不好意思, 只要能办成事儿, 钱不是问题, 有很多人求人办事的时候, 不好意思说这句话。 求人办事, 当时没有把钱拿出来, 连句话都没有, 你让别人该怎么帮你, 帮到什么程度, 你心里没底, 别人会不会帮你, 别人心里没底, 帮了你, 到底有没有回报? 所以, 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到位, 几句话的事儿, 吝啬这个干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 谁的心里都没底, 既然不舍得拿钱, 一定要舍得说话, 说话又不费银子。 那行, 这事儿我记下了, 回头只要有这方面的动静, 我会及时通知你, 到时候, 我们再商量该怎么办, 回去你, 让你的领导先准备一笔钱吧, 如果想要操作这事的话, 钱是少不了的。 车米刚直言不讳地说道, 车米刚的这句话, 让钟向辉精神一振, 因为钟向辉很清楚, 办这种事情, 就怕你不说钱的事儿, 云里雾里绕来绕去, 就是不讲实事儿, 那这事儿, 八成是办不成。 但是车米刚倒是很爽快, 就让你先准备钱, 用的时候就是一句话, 既然他能说到这个程度, 就意味着, 他可能会有点把握, 到时候把钱送上去, 剩下的事情, 就是车米刚去周旋了。 把钱送给车米刚, 他怎么去周旋, 怎么去送, 怎么分, 那都是他的事情了, 和自己无关, 只要把事情办成, 这事也就圆满了。 钟向辉从车米刚家离开之后, 车米刚站在阳台上, 看着钟向辉开车离开了小区, 好久都没有, 回到房间。 在读书的时候, 钟向辉是他这些学生里面, 读书最好的, 也是最勤奋的, 因为钟向辉没有什么背景, 也不是哪个老师打过招呼, 所以, 车米刚用起来肆无忌惮, 在那几年, 他给钟向辉派了不少的事情, 但是钟向辉每每都能超额完成, 就像是车米刚的老婆说的那样, 车米刚最后做的那件事情, 真的是对不起钟向辉这几年的辛苦。 但是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如果没有当时车米刚做的那件事, 现在钟向辉可能就在省立医院, 当一个小小的医生, 娶一个省城的老婆, 买一个房子, 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 但是这些并不是钟向辉想要的。 想到这些车米刚微笑着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钟向辉是该感谢他, 还是该恨他。 回到酒店之后, 看看时间还早, 钟向辉专门去了一趟超市, 买了一箱茅台, 装在了车的后备箱里。 看看这个时间, 顾海英应当还没有下班, 在这之前, 他已经和顾海英联系过了, 顾海英让他晚上到家里去吃饭, 这已经是很有善的表现了。 自从上次去顾海英家拜年之后, 他觉得, 自己和顾家的关系正在慢慢升温。 当然, 升温的原因还是, 钟向辉这段时间, 并没有停止向顾小夕的公众号投稿, 而顾小夕因为钟向辉写的书, 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 而且相当可观。 当然, 钟向辉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可以说, 现在钟向辉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这都得益于两人的合作。 顾小夕几乎每天都会和顾海英通电话, 而通电话的时候, 每每说到钟向辉, 顾小夕总会把他说得神乎其神, 虽然这里面有吹嘘的成分, 但是他们取得的成绩肉眼可见, 顾小夕拿回来的真金白银不是假的。 所以, 慢慢地顾海英两口子对钟向辉的态度开始逆转, 这一大清早的你们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 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 顾小夕躺在床上, 睡眼惺忪地打开了视频, 问道, 我刚刚下班回来, 在班上没有给你打电话, 给你发信息, 你也没回我, 我想着你, 可能还没醒呢, 下午的时候, 我接到了钟向辉发的信息, 他说想见见我,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你们两个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吧? 顾海英皱眉问道, 没有啊, 我们好着呢, 昨天还通电话来着, 他也没说要去见你啊, 我不知道什么事, 他现在在哪儿呢? 顾小夕听到是钟向辉的事, 精神一震马上坐了起来, 问道, 应该是已经到了省城了, 我让他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既然你们没什么事, 我就放心了,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事, 等他来了之后再说吧。 顾海英说道, 顾海英说完就想挂他电话, 但是被顾小夕制止了, 你还有什么事, 我要去做饭了, 你妈自己一个人忙活着呢, 钟向辉应该快到了。 爸, 我觉得这是不对啊, 以前的时候你们可是很烦他的, 但是现在看你们两口子在忙里忙外的, 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不对, 是换了两个人似的, 你们没事吧顾小夕也遇到。 顾海英听闻这话, 老脸一红, 但是在自己女儿面前不能丢了份, 所以立刻板起了脸说道, 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说说你那个公众号要签约的话, 也多签几个作家, 你把所有的希望都砸在他一个人身上, 万一他哪天不写了, 或者是你们分赃不均闹掰了, 到时候你这个公众号就彻底废了, 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啊, 既然你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只能是稳住他, 对他好一点, 让他为你卖命啊。 我的天啊, 爸, 你还真是一只老狐狸, 不过我觉得你这话说得不对, 什么叫做他为我卖命啊, 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 不存在谁为谁卖命的问题, 再说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相处得挺好的, 他也不会不写, 除非工作忙得写不过来, 否则的话他从来就没有耽误过。 顾小夕非常有自信地说道, 傻孩子啊,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你也不能把自己的未来压在一个人身上,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多千几个作家吧, 即便是将来钟向辉不想干了, 你也有退路, 否则的话有你哭的那一天。 顾海英叨叨着又要给顾小夕上课, 但是被顾小夕挂断了, 这孩子真是狗咬吕洞宾不时好人心, 顾海英看了看被挂断的手机, 起身向厨房走去, 顾小夕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钟向辉怎么突然找上门去了, 于是想了想, 还是给钟向辉打了个电话, 嗨, 就这点事啊, 你还是继续睡吧, 现在时间还早哦, 我去你家真没有别的事, 就是我的一个老领导他的孩子, 想走自主招生, 我已经找过我的老师车米缸了, 但是他也没有把话说死, 所以, 为了把这事, 办成我再去求求你爸, 如果能办成的话, 我的老领导, 也就把心放肚子里了, 如果办不成, 早点知道结果, 让他姑娘好好读书备战高考, 钟向辉回复道, 这是你早说啊, 你和我说一声,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不就完了吗, 你还非要跑一趟省城, 还要去家里陪他们两个吃饭, 多尴尬啊, 我又不在家, 你们之前闹得多将你心里没数啊, 还找上门儿去找难堪, 顾小夕的一席话就, 把钟向辉闷在了当地, 不至于吧,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又不是谈恋爱, 所以,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计较, 就是一个晚辈拜访长辈的事情, 有你说得那么夸张吗, 钟向辉笑了笑说的, 你这个人呀, 说得好听一点, 就是人比较大度, 对以往的事情不计较, 说得难听一点, 就是, 既吃不既打, 他们以前是怎么对你的, 你都忘了, 要不是他们的话, 我们的孩子, 现在都已经生下来了, 顾小夕淡淡地说道, 哎哎,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记得, 当初不要孩子的, 是你可不是他们, 你现在又把这事赖到他们身上, 怎么着, 想为自己当初的决定, 找替罪羊啊, 行了, 这事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要再说这些事了, 好吧, 钟向辉打断了顾小夕的话说道, 你这个人, 就是狗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 我现在, 替你说话你, 还倒打一耙, 我不想理你了, 挂了吧, 说完这话, 顾小夕就挂了电话, 钟向辉马上就要到顾家去, 这个时候, 如果和顾小夕闹掰了, 他觉得也不太好, 即便是顾小夕, 不会对他爸妈说什么, 但是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这是求人, 去办事的, 又和人家闺女闹掰, 怎么说, 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 钟向辉根本就没把这事往心里去, 回头又打给了顾小夕, 好一番安慰, 然后他们才把这件事情翻篇了, 钟向辉抱着一箱茅台酒上门的时候, 顾家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并且就剩下一道汤了, 好像钟向辉是踩着点来的似的,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儿, 我们刚忙完, 来, 直接上座, 顾海英打开门将, 钟向辉让了进去说道, 本来是可以早来一会儿的, 到了门口, 小夕给我打了个长电话, 一直聊到了现在 才让我进来, 钟向辉笑了笑, 解释道, 我就知道是这样, 我们刚刚给他打完电话,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等到我和他妈有事, 在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一直站线, 我就知道, 肯定是在和你打电话, 顾厅长, 我也没有什么好带的, 就去超市买了香酒, 顾海英文言扭头看了一眼, 放在门口的那箱茅台笑道, 如果放在以前, 我肯定是不会收的, 但是现在嘛, 你有钱了, 所以这香酒我收下了, 但是以后再来, 就不要买东西了, 钟向辉文言, 点点头, 没吱声, 王洪玉端着最后一道汤上桌的时候, 钟向辉急忙站了起来, 谢谢你王姨, 做了这么一大桌好吃的, 我今天晚上可有口福了, 钟向辉客气道, 向辉, 别客气, 坐下陪着老顾喝一杯, 反正你今天也不可能回云山了, 喝点酒没问题, 王洪玉说道, 无论扯多大的闲篇, 最后总要绕到正式上来, 所以,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顾海英还是问到了钟向辉这次来世, 不是有什么事, 钟向辉借机, 就把自己, 要为陈文明家闺女办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事我还不知道, 回头我问一下, 要是换做别的人, 我肯定也不会来麻烦顾厅长, 这个陈文明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是镇长, 他是书记, 再往前数他算是我在仕途上的领路人, 当初我回乡的时候, 去的卫生院, 因为专业对口吗, 但是后来他把我从卫生院里捞了出来, 放到了管区里, 然后我误打误撞, 把管区治理得很好, 后面就一直在仕途上往前奔了, 我现在到城关镇当镇长, 也是他向现在的县委书记赵汉良建议的, 而且是亲自跑到赵书记的办公室, 把我从扶贫办要过去的钟向辉林林总总说了一大通, 忠心一死, 就一个, 如果没有陈文明, 可能就没有他的现在, 无论混到什么程度, 但是都不要忘记了开头的那个人, 陈文明才是点燃钟向辉试图导火索的人, 即便是钟向辉有再大的本事, 如果没有人点燃这根导火索, 那么他依然不会乍响, 钟向辉说这些的时候, 王洪玉的脸色还有一些不好看, 但是说到后来, 他发现钟向辉就是论事, 说的都是自己在棋盘镇老胡镇, 以及现在的城关镇的经历, 并无对当时事情有半点怨言, 其实他们已经让那件事情翻篇了, 钟向辉之所以提起来, 并不是为了向顾海英两口子抱怨什么, 而是强调陈文明对他人生的影响, 这么说来, 这位陈书记对你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顾海英听了钟向辉的话说道, 是啊, 而且他也没有向我张嘴要求过什么事, 唯一的一次就是这次了, 我也不好拒绝他, 而且他也知道我在省里有些关系, 所以也只能是让我出来替他跑跑了, 都是为了孩子。 钟向辉非常无奈地说道, 行, 这事我知道了, 回头我问一下,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你不要给他太大的希望, 一颗大第一次实行自主招生, 先不说有多少人在盯着这事, 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见得能操作好, 所以这里面有猫腻是一定的, 至于猫腻的大小, 就看一颗大那帮人有没有政治智慧了。 顾海英端起酒杯和钟向辉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我知道, 在这件事情没有正式确定下来之前, 我不会和他说死的。 钟向辉说道, 顾海英为自己和钟向辉倒满了酒杯, 然后抬头看向钟向辉忽然问道, 这事你要是去找王副书记, 肯定没问题了, 但是我想你, 肯定不会去的。 钟向辉文言皱紧了眉头, 因为自己和王副书记 以及赵汉良的关系极少有人知道, 可是顾海英是怎么知道的呢? 而且他这么对自己说, 这明显是在点他。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些迷糊了? 我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顾海英笑了笑问道。 顾厅长, 这事您是从哪听说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别看省城这么大, 其实圈子很小, 王副书记拿到了笔记和名单, 这在圈子里都知道, 但是最近财政厅的一个副厅长又出事了, 而且, 这个人非同小可, 他之前和王副书记的儿子打得火热, 在国外国内都有生意, 这下把他给端了出来, 想一想, 就知道王副书记的压力有多大了顾海英小声说道。 钟向辉文言一下子惊呆了, 这么说, 自己绑上王副书记这辆战车的事是坐实了。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顾海英笑了笑, 问道。 当初我从球员的手里拿到名单, 然后交给了王副书记, 当时我还特意说了一句, 不要让人知道是我把名单交给他的, 但是现在看来这保密工作形同虚设呀。 钟向辉非常无奈地说道。 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就看你是怎么想的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说的是和王副书记的关系。 顾海英问道。 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之所以把名单交给他, 也是逼不得已。 赵汉良当时找到了我, 而且, 球员这个女人也是非常的狡猾, 他告诉赵汉良, 他和国内的人联系, 谁都不相信, 就相信我, 一下子把我就拖进了这个漩涡里,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球员在国外和耿小蕊关系比较好, 他们之前关系也不错, 所以我是被迫卷入了这个漩涡里, 现在想要爬出来, 恐怕是难了。 钟向辉非常无奈地说道。 顾海英点了点头没说话, 因为他也了解到了, 钟向辉和耿小蕊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 发生在自己女儿和钟向辉决裂之后, 当然, 这中间还加着一个文件, 说起来钟向辉这家伙的感情经历也是够复杂的。 我以为名单和笔记都交给王副书记之后, 这事救了了, 谁也不会因为这事再有什么后遗症了, 但是没想到这事还没完, 而且眼看着这事就要失控了。 你想, 笔记和名单都在王副书记手里, 但是依然有人因为这两样东西被调查, 这就证明王副书记手里的名单和笔记就是废纸一张啊, 没有什么作用。 钟向辉非常惊讶地说道, 其实钟向辉的演技还可以, 至少让顾海英相信在这件事情里钟向辉是被动的。 钟向辉的惊讶是假的, 但是杨冠宇和霍启章的惊讶就不是假的了。 昨天回去的路上, 霍启章居然没有质问杨冠宇, 这让一直忐忑不安的杨冠宇感到有些意外。 而且, 即便是回到了红山市, 霍启章依然没有询问杨冠宇关于笔记的事情。 杨冠宇想了一夜, 坐在那间装满了钱的房子里, 前思后想, 他想明白了, 霍启章这是在给他机会让他主动承认, 因为钟向辉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他也能猜到赵汉良在霍启章的车上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 第二天一大早, 杨冠宇上班之后, 就准备好了向霍启章坦白一切。 霍启章上班之后, 正忙着处理文件, 杨冠宇端着一杯茶走了进来获市长, 能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吗? 有些事情, 我想向你汇报一下。 什么事, 说吧。 霍启章头, 也不抬得问道。 是关于笔记的事情, 我没有向您说实话, 其实我是留了电子板的, 但是我敢保证, 我绝对没有向外泄露。 杨冠宇实话时说道,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寄托于霍启章再次相信他了, 如果不然, 他的保护伞可能就此没了。 霍启章听闻这话, 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你肯定有辈分, 但我一直没说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说也不晚, 你能保证你的笔记辈分没有被人盗取过吗? 霍启章问道。 霍启章的话是话里有话, 即敲打了杨冠宇。 我早就知道你小子手里有辈分, 但是我没有说, 就是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说出来。 而且, 我也相信你不会泄露笔记的内容, 但是你不能保证笔记的辈分没有被人盗取过, 这就给了杨冠宇一个台阶下。 存有辈分的笔记本一直都放在我家里, 而且藏得很好,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杨冠宇说到这里的时候, 自己都有些不自信了, 因为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无法确定自己笔记本里的辈分到底有没有人被人盗取过, 但是从他每次回家的情况来看, 没有人进入过他的家里, 当然, 到底有没有人侵入过, 他也不能保证。 把你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 我让技术人员看一下就知道了。 霍启章说道, 那我现在回去拿吗? 王副书记都砸了杯子了, 你现在还不赶紧把这件事情撇清, 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杨冠宇, 你这下算是把我彻底害苦了, 如果笔记的内容是从你这里泄露出去的, 那么王副书记手里的那本笔记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你明白这其中的分量吗? 霍启章低声问道, 杨冠宇吓得不敢吱声, 赶紧微微躬身从霍启章的办公室里退了出去, 开车回到自己家里, 把笔记本电脑拿到了办公室。 因为笔记本电脑的内容太过敏感, 所以霍启章不可能让人把笔记本电脑从他的办公室拿走检查, 所以他给市公安局打了电话, 让他们派技术人员到自己的办公室来现场检验这本笔记本电脑, 有没有被人入侵过? 材料有没有被人复制过? 杨冠宇站在一旁非常紧张, 因为在他的回忆里, 这本笔记本电脑一直隐藏得非常好, 不可能有人会侵入到他的家里, 然后发现这本笔记本电脑还能把材料窃取走, 因为笔记本电脑还有开机密码, 这些安全措施他早就想到了, 可是看着技术人员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忙来忙去, 他的内心依然没有底, 随着技术人员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的心也渐渐往下沉。 霍市长, 检查完了。 技术人员把电脑合上之后, 轻轻地放到了霍企章的面前结论呢? 这本笔记本电脑被病毒入侵过, 而且里面的材料也被复制过。 技术人员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自己检验的过程以及结果, 霍企章看了一眼技术人员没有吱声。 技术人员点点头, 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然后离开了。 霍企章的手放在笔记本电脑上, 食指和中指在笔记本电脑上不断地敲击着, 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了杨冠宇的心脏上, 让他的心脏跳动更加剧烈了。 你刚刚还保证笔记本电脑隐藏得很好, 没有任何人动过, 那现在这个结论你该怎么解释? 他们都是我们是最好的电脑技术人员, 不可能弄错的,所以你再好好想想, 谁去过你的家里, 接触过笔记本电脑, 否则的话你的辈分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永远漂浮在外了, 凡是在笔记上的那些人时时刻刻都可能会面临被带走调查的命运。 你觉得, 我该怎么办? 霍企章一字一句地问道。 霍市长,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这本笔记本电脑一直放在我家里, 从来都没有拿出去过, 而且,我的家里也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人, 我知道这里面的轻重, 所以来到红杉市之后, 从来没有邀请任何人去我家里, 如果说这本笔记本电脑被病毒入侵, 被人复制了材料, 只有一种可能, 我家里进人了。 杨冠宇非常惊恐地说道, 霍企章看着杨冠宇的表情觉得不是作为, 好像他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如果他早就知道笔记的备份泄露了, 那么,他再拿那本纸质的笔记交给自己, 以获取自己的信任和保护, 真的是其心可诛啊。 现在关键是找到笔记备份的去向, 如果找不到的话, 还会有人被典学士的反腐调查, 你觉得王副书记会不会更加恼火? 霍企章问道。 霍市长, 我觉得, 我们绝对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副书记, 否则的话, 他一定会迁怒于我们, 到那个时候, 我们说什么, 他都不会相信了。 霍企章文言, 抬头看向杨冠宇问道。 你的意思是, 死硬到底, 坚决不承认呗。 霍市长, 他说是在我们手中泄露的, 如果我们承认了, 那么以后, 我们说什么都会矮他一截。 所以, 这件事情坚决不能承认, 我们可以悄悄地调查笔记泄露的去向, 但是绝对不能向王副书记坦然承认, 否则的话, 我们即便是找到了泄露的去向, 他也不会再相信我们, 原来谈好的事情, 他也不可能再执行了。 杨冠宇对霍企章直言道。 杨冠宇心里很清楚, 王副书记和赵汉良有多么恨他, 所以他一定要挑唆霍企章和王副书记的关系, 绝对不能让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付自己, 否则的话, 自己很可能就是一枚弃子, 被霍企章抛弃, 到那个时候,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 对于杨冠宇的话, 霍企章不致可否只是摆了白手说道你先出去吧, 这是我想一想该怎么办。 杨冠宇没有得到霍企章的肯定答复, 他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因为他明白这么大的事情, 霍企章不可能听他的, 霍企章一定会好好想一想, 通盘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化解王副书记对他的疑虑, 说到底, 大家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至于别人, 死到有不死频道, 管他那么多呢? 杨冠宇出去之后, 霍企章差点搬起眼前的笔记本电脑砸在地上, 但是想了一下, 把这股怒火又慢慢咽了下去, 他一直是一个很隐忍的人, 即便是对于自己的下属也极少发火, 但是他会把这种怒气发泄在未来的每一件事情中, 谁如果得罪了他, 他都会慢慢地盾刀子杀人,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他的陷阱, 等你发觉时已经是万劫不复, 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 王副书记已经怀疑他和杨冠宇了, 觉得这本笔记泄漏的源头一定在他们两人这里, 很明显, 王副书记怀疑的一, 点都没错, 所以到这个时候, 如果再想修复和王副书记的关系, 只能是对王副书记坦诚相待, 否则的话他和王副书记的关系就彻底没戏了。 霍启章看了看紧闭的办公室房门, 拿起了保密电话。 接通电话之后, 霍启章将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王副书记, 王副书记倒是没有发火, 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所以他和霍启章最后的决定是尽快查明泄漏的去向, 一定要及时地掐断这根线, 不能让笔记的备份再泄漏一丁一毫, 否则的话他们都会更加难堪。 很快, 市公安局的人员对杨冠宇的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 因为这次搜查, 杨冠宇再也不敢去那些存钱的房子了。 因为他不知道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到底有多少人在监视他, 所以每天下班之后, 他就老老实实回到这个家里, 等待着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 因为这件事情是霍启章亲自指挥的, 所以市公安局不敢怠慢, 很快就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了。 第二天晚上, 已经八点多了, 霍启章还没有下班, 处理完手头的文件之后, 刚刚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桌子上电话, 就响了, 是市公安局打过来的。 霍市长已经查清楚了, 杨冠宇家里确实有人进入过, 但是那个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我们找到了对方的影像, 但是非常模糊, 而且对方还戴着帽子, 穿着风衣, 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对方的脸。 闹了这么大半天还是找不到人, 对吧? 霍启章语气不善地问道。 霍市长,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人不太可能, 再给我们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人揪出来。 给你们点时间, 好啊, 那你告诉我, 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找到人, 或起张步不紧逼道。 因为, 他心里很清楚, 只有给对方足够的压力, 对方才会把大量的人力物力, 投入到这件事情上, 否则的话, 自己一天不过问他们, 很可能就把这件事情往后推一天, 时间长了,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对他来说, 这事必须水落石出, 必须找到备份笔记的去向, 否则的话, 王副书记不会和他善罢甘休或市长, 那给我们一星期的时间吧。 好, 那我就给你一星期的时间, 如果一星期之后还找不到这个人, 你就准备好辞职吧, 这点事都办不了, 你这个副局长还有什么用? 或几张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几天, 杨冠宇一直坠坠不安, 他在想着, 这件事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谁会盯上他?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他的家里, 找出笔记本电脑, 把笔记的备份拷贝走, 这不是一个平常人能做得到的。 霍市长, 笔记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趁着给霍起张送茶水的机会, 杨冠宇小生地问道, 现在还没有什么进展, 市局那边说, 需要一星期的时间才能找到人, 但是我觉得也够呛, 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的材料非常少, 你还有什么线索提供吗? 霍起张问道, 虽然霍起张这个时候, 很想一巴掌拍死他, 但是没有办法, 在笔记的事情没有彻底解决之前, 他还要把杨冠宇留在自己的身边, 否则的话, 一旦他失控了, 那么后面即便是找到笔记的去向, 也很难把握住这个人, 因为他也是笔记泄漏的可能源头之一, 所以, 绝对不能让他从自己身边离开, 我这里也没有其他的线索, 不过我一直在想, 这件事情会不会和耿小蕊有什么关系? 杨冠宇问道, 耿小蕊, 他不是在国外吗? 这是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也说不好, 只是一种感觉吧。 霍起张不想听他在这里瞎叨叨, 于是拿起电话联系了市局的专案组, 让杨冠宇到专案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 侦破一个案件, 本来就是在玩一个拼图游戏, 只有把所有的证据都拼在一起, 才能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 所以市局办案的时候不会放过每一个线索, 只要有一点线索, 可能就能牵出来更多的证据和线索, 到那个时候就能很顺利地把整个案子完全破解掉, 因为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线索很可能就是整个案子的暗眼, 但是不管怎么样, 杨冠宇的态度还是好的, 所以他到达市局之后, 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市局的人, 于是市局的人又开始调查耿小蕊这段时间在国外的情况, 但是他们发现耿小蕊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国外, 偶尔会向国内打个电话, 而打电话的对象却是钟向辉。 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只调查耿小蕊本人, 还要调查他身边的人, 耿小蕊这个人结交广泛, 在国内也认识不少人, 他出国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跟他走, 所以也要调查一下原来为耿家卖命的那些人, 我们发现他和一个叫钟向辉的打电话次数, 比较多, 你认识钟向辉吗? 当然, 他是云山县城关镇的镇长, 和耿小蕊是恋人关系, 他们之间通话很正常, 不过我觉得钟向辉没有这个本事, 他是学医科出身的, 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电脑技术, 也不可能进入我家里, 一点线索都没留下。 不是你觉得可能不可能, 我们也要对这个人进行调查, 你们找几个人去一趟云山县城关镇, 找这个叫钟向辉的核实一下, 看看他在那段时间有没有作案时间和动机。 于是, 随着杨冠宇提供的线索, 钟向辉也被列入到了侦查范围之内, 而这个时候, 魏金明刚刚和耿小蕊会合, 并且向他汇报了国内的一些情况, 当然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中国的警察盯上了。 钟向辉从省城回来之后, 立刻投入到了黎原村的选举工作中, 而让他感到很意外的是, 周琴同意了他的建议, 决。 定不走了, 留在黎原村竞选村委会干部, 要带领黎原村致富奔小康。 当市局的警察赶到云山县城关镇的时候, 钟向辉和周琴正在办公室里谈话。 我告诉你, 很多年之后你会感谢我让你做了这个决定, 当然你也会感谢你自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你只要把工作做好,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我一定会把你推出去, 让你的生活质量和前途绝对不会比在大城市差。 钟向辉又开始给周琴画饼了。 对于钟向辉说的这些话, 周琴已经习惯了, 因为这个年轻的镇长善于做这样的鼓动工作, 把有的美的都描绘成一幅美好的蓝图, 让你觉得好像明天就能实现似的。 但是当你真正到了明天之后才会发现, 他像你说的那些东西依然遥遥无期, 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死才能获得, 否则的话那就是海市蜃楼, 真的是像画一样。 钟镇长, 你不用再说了, 这话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你放心, 我既然决定留下来, 就会运用我自己这些年上学学到的东西, 把黎原村带好, 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你为我们村里做的这些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的。 因为在我走的时候, 我爸爸就告诉我, 别再回来, 黎原村已经烂透了, 村委会的这些干部, 睁开眼就是往自己家里捞好处, 从来不会考虑我们普通老百姓会怎么样, 你是镇长你, 当然也清楚, 这些年, 全线上访率最高的村就是我们村, 你说这里面要是没有问题, 那不是邪了门吗? 周琴非常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打算, 你看看这篇文章, 如果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我会拿到事理去发表, 说完, 钟向辉将几页A4纸递给了周琴, 周琴一脸的疑惑, 不知道这些纸上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于是接过来开始看, 但是看了几行之后, 他就非常惊讶地抬头看向钟向辉, 钟镇长,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断断续续写了半个月了, 倒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因为不确定你是否能留下, 所以有时间就写一点, 没时间就拉倒, 今天才写完。 钟向辉说道, 可是我现在才刚刚决定留下来, 你就要把这篇文章拿去发表吗? 周琴问道, 因为这篇文章太具有煽动性了, 光是题目就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 也制造了足够的噱头。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名牌大学女博士放弃讲师工作, 回村带领父老乡亲致富奔小康。 这个题目虽然很有煽动性, 很有吸引力, 但说的全是实话, 因为周琴如果去高校工作的话, 第一份工作肯定就是讲师, 所以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 而他留下来带领乡亲致富奔小康, 这种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到最后会有什么成果, 没有具体的规定, 但是有这个噱头就已经足够了。 等选举完成之后吧, 下面我开始说一下选举的事情。 村委会主任周琴文言吃了一惊, 他想到自己留下工作, 很可能会担任村里的一个职务, 但是没想到, 钟向辉直接就把他 按在了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 既然要干事情, 手里不能没有权利, 否则的话你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你说的话别人也不会听, 所以你既然要留下来, 我就把你扶到村委会主任这个位置上, 你只要答应去做, 剩下的事情我来做工作, 我现在是黎原村第一书记, 等将来村委会主任你干得顺手了, 这个书记也是你的。 钟向辉直接说道, 这不太合适吧, 而且如果我做村委会主任的话, 这选举能有几个人选我呀, 他们肯定会说,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娃子能懂什么呀。 周琴有些气乃地说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 是在人为, 你只要想干, 剩下的工作我来做。 钟向辉说道, 周琴听了一愣, 看向钟向辉问道, 选举事情你能说了算? 差不多吧, 这种事情有什么难的呢? 这么说, 所谓的选举也是可以操纵的, 即便是你已经让那些送礼拉选票的人, 都把礼品收了回去, 但是将来的选举, 还是可以利用的对吧? 周琴皱眉问道, 你现在对这些事情还不太懂,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 等你干了一届村委会主任之后, 这里边的事情摸清了门道, 将来的选举我就不管了, 你要凭自己的本事, 获得村民的信任, 他们如果把你选下来, 我也就没招了。 钟向辉说道, 虽然周琴明白, 钟向辉说这些话, 都是为他好, 但是他听了之后, 还是有些难过, 因为是他举报了那些会选拉票的人, 他觉得, 既然要选举, 就一定要公平公正公开, 这也是钟向辉要求的。 可是没想到, 钟向辉居然直接告诉他, 你可以做村委会主任, 我有办法让你上位, 那这里面的前台词, 就是, 钟向辉可以操纵选举。 这和自己想象中的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 还是不一样, 虽然这是关于他自己的利益, 他依然觉得, 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钟向辉看到周琴的脸色有些变了, 就明白他心里可能在想别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刚刚说的这些话让他有些失望。 把握谈话对象的情绪是一个谈判高手的必备素质, 也就是说你和对方交谈的时候, 不要自顾自地说, 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而当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收回来, 但有些话是收不回来的, 只能是不断地往回找步。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有什么不对吗? 钟向辉问道。 周琴虽然读到了博士, 但是他一直都在学校里, 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圈子也比较简单, 而他面对的人也没有社会中的人那么复杂, 所以当钟向辉这么问他的时候, 周琴就直言不讳地回答了他。 说实在的, 我以为我在村委会中当一个干部, 也是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 拿到这个职位的, 但是你刚刚说你能让我当村委会主任, 也就是说所谓的选举只是走一个程序而已, 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你手里, 对吗?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选举。 周琴非常直率地说道, 钟向辉听了他的话没有感到任何意外, 因为就在刚才自己说那些话的时候, 他已经注意到了周琴脸上细微表情的变化, 如果能读懂这种微表情的话, 那么在你和其他人的交谈中就能占据上帝视角。 不能说钟向辉完全理解这种微表情代表的含义, 但是他能觉察到对方情绪的变化, 这种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医生是一个精细的工作, 不但要对病人身体做到非常敏锐的探查, 还要照顾到病人的情绪, 所以他们在学习临床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练习。 当你能够感同身受病人的痛苦时, 你对疾病的诊断就会更加地准确, 否则的话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具毫无活力的肉体而已。 你想要公平公正地和那些人竞争吗? 钟向辉问道, 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我要留到村里, 就是要公平公正公开地和那些人竞争, 如果我竞争不过他们的话, 即便你把我推到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 他们也不会服气, 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会到处给我使绊子, 那我还不如不干呢。 周勤非常倔强地说道, 这么说你不用我帮助, 就要真刀真枪地和那些人竞争吗? 钟向辉问道,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既然要干就要拿出一定的气魄来, 否则的话我觉得当上这个村委会主任也是一脑门的官司, 谁会服我呀? 周勤笃定地说道, 周勤的态度倒是让钟向辉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这个小女子居然有这样的气魄,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些人可都是村里的老油条了, 而且我知道你们家里在村里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 现在你突然冒出来要竞选村委会主任, 那些人会怎么想? 钟向辉问道, 虽然是村里的选举, 但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不要乱来啊, 虽然是村里的选举, 但是镇上必须掌控大局, 不允许出现意外情况。 钟向辉说, 道, 我知道, 这个你就放心吧, 这几天我也没闲着, 一直都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联系, 虽然我不经常回村里, 但是我也在我们黎原村那个大群里, 还有不少年轻人都在那个大群里, 这些天我把他们都拉到了一个新的群里。 经过周琴的讲述, 钟向辉才明白他想采取什么方式了。 现在, 周琴把村里的所有年轻人都拉到了一个新的群里, 而周琴是黎原村的学霸, 这些年轻人有很多都是他的学弟学妹, 他们都是从一个小学走出去的, 而且有很多人还上过同一个中学, 而周琴博士的头衔也不是白给的。 钟向辉知道利用他的博士头衔, 周琴当然也知道, 所以他在这个群里已经渐渐地鼓动这些年轻人, 把自己的想法发布在了群里, 有很多人都支持他的想法。 而这些年轻人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家庭, 所以周琴才有这个底气, 说要和那些参加村委会选举的老人们来一场真刀真枪的竞争。 钟向辉本来已经想好了怎么为周琴上位操作, 但是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还真是厉害, 非要自己真刀真枪的上阵不可, 那既然他有这个把握, 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 因为从他的情绪里也可以感觉出来, 如果自己真的从后面操作把他推上那个位置, 他也不见得会领情, 很可能这个村委会主任就不干了。 行,那既然你想好了, 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你就报名参选吧, 等到时候该怎么竞选就怎么竞选, 如果你实在称不下去的时候再告诉我, 因为我实在是想把你留下来当这个村委会主任, 过几年书记主任一肩挑, 把黎原村带向未来的方向, 现在村里这些参加竞选的人, 他们文化也不行, 见识也不行, 所以指望他们把黎原村带向未来, 那是不可能的。 钟向辉非常笃定地说道, 钟镇长,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还是想自己试一试, 如果不试一试的话,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也不知道村里人到底有多少人支持我, 如果我是竞选上的, 他们选了, 我就得听我的, 将来我对村里做什么改革, 他们也得支持, 否则的话, 你把我推到那个位置上, 底下的人都不服, 那将来我做什么工作, 他们都会唱反调, 可能那个时候, 村里会更乱, 比现在更不堪周琴说道。 钟向辉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他认为周琴说得对, 所以他现在也为自己当初的设想, 感觉到有些后怕, 如果自己真把周琴推上去了, 但是下面的人不服, 那么这个村迟早会乱, 到时候, 要么是把周琴再换下来,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要么是自己亲自参与村里的工作, 那镇上的工作就不干了, 还不得把自己累死啊。 钟镇长, 您放心吧, 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被我说服了, 而且, 我们群里每天晚上都开会, 讨论村里将来该怎么发展, 现在有什么资源, 有什么人可以用, 有什么资源可以用, 该怎么招商引资, 该怎么做投资预算, 这些, 我们都在考虑, 而且我发现, 我们村上的年轻人, 并不像是只会打工的工具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 如果把这些年轻人都吸引回来, 我们村一定会发展得很好。 周琴非常高兴地说道。 钟向辉听到周琴做的这些工作, 感到非常意外, 但同时又不禁感叹, 博士就是博士, 想法和做事的风格, 就是不一样, 而自己还是从权力的角度出发, 而周琴才是真正做到了发动群众, 所以, 从两个人做事的风格看, 周琴更胜一筹。 你这样想非常好, 就按照你想的去做吧, 我觉得, 你肯定能够竞选上。 钟向辉话没说完, 门外面有人敲门, 他说了声进来, 然后就看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出现在了门口。 钟镇长, 既然你有事情, 那我就先走了, 等回头有什么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周琴一看, 有人来找钟向辉, 立刻就起身告辞了。 钟向辉站起来, 将周琴送到了门口, 门口的警察等着周琴走了之后, 才正式进门。 请问您是钟向辉吗? 我是钟向辉, 你们是哪位, 县里的还是市里的? 钟向辉一边回身, 一边淡淡地问道。 我们是市局的, 我姓周, 有几件事情想向你核实一下。 这位姓周的警官说道, 行, 没问题, 请坐吧, 你们想问什么? 说完这话, 钟向辉拿起电话, 拨打了党政办的电话号码, 让他们倒几杯茶来。 从这些人一开口, 钟向辉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在干什么, 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查一查。 钟向辉皱眉问道, 行, 没问题, 你查吧。 于是, 钟向辉把桌子上的台力拿了过来, 按照这些警察提供的日期, 一张一张地翻过去, 然后向他们诉说, 自己在那段时间在什么位置, 干了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可是对照着日历, 他也能慢慢地想起来, 而在这些警察眼里, 钟向辉的表现在正常不过了, 如果钟向辉一下子就能想起来, 当初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事情, 那才不正常呢。 所以, 当钟向辉拿过台力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慢慢地回一查找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心里认定, 杨冠宇家的入侵者肯定不是钟向辉。 但是此时钟向辉心里已经打起鼓来, 因为随着翻阅这些台力, 他也在想当初遇到了什么事情, 而他遇到的这些事情, 有些被他自动忽略了, 那就是, 关于魏金明的事情, 这些人询问的时间点, 和自己见魏金明, 以及魏金明采取行动的时间点如此贴合, 这就不得不让他多思考了一层, 或许杨冠宇家的事情败露了。 大概的就是这些吧, 这些时间点, 我见了什么人, 在什么地方做了哪些事情, 基本上就这些了。 钟向辉说道, 嗯, 我们了解了, 还有一件事情, 你最近和耿小蕊联系得多吗? 几乎每隔一天, 或者是每天都在联系, 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打个电话是很正常的吧, 是不是谁出什么事情了, 是耿小蕊吗? 还是其他人? 钟向辉此时才讶异地问道, 没有, 我们在调查一宗案子, 但是在调查案子的时候, 有人提供的线索指向了你和耿小蕊, 所以我们才过来, 向你核实一下,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这件事情和你没什么关系, 那就这样吧, 钟镇长, 打扰你工作了, 不好意思。 杏州的警官站起来和钟向辉握了握手, 然后向外面走去, 钟向辉一直将他们送到了走廊里, 看着他们开车离开之后, 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 他伸手就想拿起手机给耿小蕊打个电话, 告诉他关于笔记的事情很可能暴露了, 但是他又把手机放了回去, 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被监听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件事情很可能和杨冠宇或几张有关系, 当然牵涉其中的还有王副书记和赵汉良, 他们是有能力有手段调查监听他的, 还是小心为妙, 即便要联系耿小蕊, 也只能采取其他途径了。 哎呀, 我的天啊, 太阳这是打西边出来了, 你可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联系过, 哎, 都是我上, 赶着追你, 今天怎么了, 昏了头了。 柯杰接到钟向辉的电话还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免不了一顿讽刺。 昨天晚上又看你直播了, 镜头表现比以前好多了, 看来在不断进步啊, 怎么样? 有没有时间到我们这来高一场直播, 黎原村这边再搞选举, 而且黎树也快开花了, 你们要不要来采采场地预热一下? 钟向辉问道, 行啊, 既然你说了, 我明天就去, 还用带着李楠去吗? 他不是要在那里搞投资吗? 柯杰问道你最好, 也把他带来, 投资的事情一直落实不下来, 我这边有点着急了, 如果还不能落实的话, 我们就向其他民宿连锁招商了, 钟向辉说道, 行啊, 没问题, 那我们明天见吧。 钟向辉给柯杰打这个电话, 都没有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和他的手机, 而是跑到了党政办, 好像是想起来什么事事的, 随手拿起手机就拨打了柯杰的电话。 这一切做得非常自然, 没有让人产生任何怀疑, 而钟向辉到党政办的目的, 当然也是为了找陈磊谈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这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要不然,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钟向辉走进了陈磊的办公室, 问道, 你是领导, 有什么工作吩咐? 陈磊笑着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 目前来说, 没有什么工作, 就是离原村的选举工作, 还有就是招商引资的事情。 钟向辉有一搭没搭地和他说了一大通, 然后就离开了, 现在在他心里最重的一块石头, 就是他已经被警察盯上了, 虽然这次来警察主要是为了调查核实, 他那几天的时间在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 但是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就可能找到魏金明身上, 那么他和魏金明之间的联系也会被人扒出来。 魏金明是耿小蕊的人, 而现在警察已经盯上了耿小蕊, 所以未来可能很短的时间内,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人彻底扒出来。 所以, 他现在迫切地需要找到柯正清商量一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但是又不能直接去找柯正清, 也不能直接和他联系, 只能事先找到柯姐, 然后让柯姐给柯正清带个话, 看看他们在什么时间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见个面, 面对面地把这件事情商量一下。 而且围绕着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人需要安排, 比如说朱英华, 他现在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要及时通知他一下, 摩,掉一切痕迹, 否则的话将来可能会牵连到他。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柯姐和李南一起到了城关镇, 将车停在镇政府大院, 就上楼去找钟向辉了, 而钟向辉此时正和陈磊安排黎原村选举的事情。 等着两人来了之后, 四个人一起开车去了黎原村。 到了黎原村之后, 陈磊去安排了解选举的进程情况, 李南和周琴一直打得火热, 周琴也想让李南把他们家那块地囊括到将要建设的民宿中, 这样他爸妈就不用再种植梨树了, 而且还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钟向辉向柯姐使了个眼色, 两人向村子里面走去。 我这次把你叫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拜托你。 你要见我哥, 还不简单吗? 一句话的是, 你打个电话和他约个时间地点不就完了, 还用费这劲吗? 柯姐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件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现在可能遇到麻烦了, 所以见你哥的话也需要在隐蔽的情况见一下, 所以你最好跟你哥打个电话, 让他到前王镇去一趟, 然后我这边也赶往前王镇, 吃吃喝喝间就把事情办了钟向辉说道。 柯姐听钟向辉这么说愣了一下, 他想问钟向辉到底遇到什么麻烦, 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如果能和自己说的话, 钟向辉早就说了, 也不会瞒着他。 现在看来, 他遇到的麻烦不小, 非得找自己哥哥解决不可。 那行吧, 我现在就帮你联系, 看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到前王镇去。 柯姐说道, 但是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就连李楠也不能说。 钟向辉小声说道, 这么严重吗,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如果能帮你的话, 可能也会想想办法。 不用, 这是你帮不了我, 是我和你哥之间的事情, 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所以你就不要再掺和到里面来了,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 坏事的可能性就越大。 钟向辉直接拒绝道。 与此同时, 市局的人一直都在对那个可疑的身影, 进行调查追踪, 但是发现这个人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他在红杉期间从来没有在一家酒店住两个晚上以上, 而且用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 这就让警察意识到,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进入到杨冠宇家复制电脑材料的人, 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可, 是这个人住酒店的时候, 不但留的信息是假的, 而且住的酒店也都是一些黑酒店, 根本就没有信息上传到公安系统, 只要给钱就可以住, 并不存在登记身份信息的问题, 所以到这里, 这条线索基本上就断了。 于是, 他们只能从杨冠宇提供的怀疑对象, 耿小蕊的社会关系调查开去。 市局的同志已经找钟向辉核实过了, 那段时间钟向辉没有作案时间, 更谈不上什么作案动机, 而且, 他也没那个手段, 所以, 一定是有其他的人。 但是这个人会是谁呢? 霍启章的对面坐着的是杨冠宇, 两个人正在喝茶, 自从杨冠宇向他坦白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霍启章并没有抛弃他, 这都是让杨冠宇有些意外。 据我所知, 耿小蕊的手下 有不少人很厉害, 所以, 如果不是钟向辉的话, 那就是其他人。 杨冠宇说道, 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吗? 现在是尽快把这个人揪出来查明笔记内容的去向,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挨个排查的话, 时间太长了。 霍启章有些气乃地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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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地上观 辉重 广角 支付 的意图案。 感谢观看